近日有女網民在討論區發文 說男友想在結婚前買樓 而物業的一半首期由男友去給 其他首期由對方的父母給 男友要求女友將來為安樂窩一起供款 而樓主當時也答應 但當樓主問男友曾樓寫哪個名字時 對方就答致寫他自己的名字 還說明樓主沒有份給首期 不明白為何要加他的名字 對於這件事樓主覺得很不滿 他說不是說好以後一起供嗎 他不明白寫名字有甚麼問題 還說自己又無意與對方分開 也不存在與他分樓的問題 樓主也提出疑問 說如果樓沒有名字 他以後為何還要這麼辛苦 一起做樓爐呢 很多網友看完後 對這件事反應兩極 有網民認為 既然樓主沒有給首期 未開始供樓 就要求對方加名 實在太過分 也有網民支持樓主 認為男友太計較要分手 還提醒樓主 男友這麼精明 錢銀處理要慎重一點